机构每个组织它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理念 大家要有共同的理念 对一个机构本身的目标使命 要有共同的一个看法 要能够认同 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培工中学过去的传统 都是被大家认为是一个民办的公立 大众化的学校 所以我们办的教育是要普及 是要能够实现有教无类 因财失教 像孔子古老的教育思想 所以当任何一个老师进来我们学校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让老师知道 这个学校要做的是什么 那我们本身是怎样对待 看待我们的孩子的 我们对每个孩子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那我们也把他们看着是 每个孩子都是有他的三观点 都能够成为成人成才 这学校 但是教育目的 普遍上 大家都是一样的 成人成才 启发人性 开发潜能 这个教育理想 大家都公认了 那在裴丰 这个教育环境里面 我们还强调说是大中化 那是一个华文教育 这点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学校是要突出的 是中华文化的 这个校园环境 那其中一个价值观 我们一直突出的是感恩 感恩的思想 所以学校本身 其实跟这个 这个主要的思想是很有关系的 陪峰这两个字 其实是跟那个大爱的教育是有关系的 当年的这个 浙江的总督来马六甲的时候 建议说这里要搬家华校 那名字用陪峰 为什么呢 是因为装子逍遥游 这学家装子逍遥游 两千 五百年前讲的第一个故事 就是大盆鸟 那个昆鱼变成大盆鸟 这个是很大的鱼 他在海底下觉得说 他的活动空间不够大 他要变成大盆鸟在万里高空 好想 他空间才大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 上天就把他变成一个大盆鸟 他这样的大型的盆鸟 怎么能够飞上天空 就需要一个大佛 这个风就是要陪风 其实就是大爱的教育的风 所以这个大风 把那个大盆鸟拖上九万里高空的时候 他就完全独立的 他不需要再靠外力 所以这个 他的含义就是我们要培养的孩子 将来都能够做大事情 有那么大志气 所以一开始这学校本身 他的办学的这个理念 他的开始的起点 就是大教育的大爱 那我们学校本身 如果你到我们校园总结局 可以看到一个石研楼 饮水石研楼 这个概念 那如果再到 我们下头剑好 我们下头的 我们下头 那